Hello大家好 我是你的朋友喜耀石 你们有听说过仓储店吗 最近这个仓储店好像特别火 我们之前比较熟悉的那个仓储超市 麦德龙啊 山姆啊这种 都是那种好多好多大件的商品 然后马在那个货架上这样来售卖 其实这个仓储店呢 也是有很多这种大件的商品 然后还有很多零期的 就是快要到保质期了的这样的商品 然后比较便宜 今天我们就去相对来说比较近的 这个中山他开的这家店 去看一看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走快走 但是他开这个地方也是很神奇 就隔一趟马路之后 对面这全都是大连的奢侈品店 这里还挺大的 是一个清水房 里面堆了很多的商品 还有一些货架 让我来瞧瞧有什么好吃的 来一个小框框 但是逛的时候 好多孩子以前没见过 回来搜了一下 见得确实还挺便宜的 600钱 原价20.9 各种零食素食种类还挺多的 我看了一下日期也都是好日期 我看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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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有什么新银 有什么新银 今天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 对 我看了一下 我看了一下 新银三战 好像是600元 有299元 我看了一下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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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到这种 袋装的拉宾索 这个是正品的 是8号的 表知7 这个表知7 都是3个月吧 7个月 吃完小吃 谢谢 现在是晚上7点 人太多了 有一个大哥都受伤了 还来买好吃的 我这个番茄沙热才3块9的 整个 小龙虾9块6 但是这个是那种直接食的 好像不是煮的 我这些9个月 这是3月份的 我看外边是1个月份的 哎呀 没见过这个绿豆汤 2个月 2个月 我回家尝了一下 还挺凉快的 这么一大堂早餐 哪个大堂 好久没吃清清香香了 这个好像是新闻 这个好像是三個月份的 搞不 diferen 这个好吃 现在觉得是便宜的 便宜 至少8会吧 20年10月的 没问题 要让我吃一口 老百多了 这么可能吃一口 大哥给你吃三口 天长插起东西 感觉都好吃 怎么样呢 我用了 它是14块9 1.60 老之西是20年5月21号 它有6个月呗 半年喝不了吧 喝你要喝见我 它这里07的东西和正常日期的东西都有 07的话会直接写在小盘盘上标出来 正常的话它就不写了 这边有一些进口零食 这个是真的便宜的多少 这个就真的是灵奇商品了 5月31日 这边咱们都吃完了 那咱们吃 你看这个这个 你读一下 有没有狗用 what 这海外产品也有 这边就是一些生活用品了 这前面边是什么东西 这东西就会准备 我 这时间太深太深 我往远远 这球怎么深啊 你上次买那个地板多钱 我忘了 手指应该能有什么保质器 这里是整箱的也不要酒水啥的 来的路上我就看见有个小姑娘 她淋了两箱 你说那来回来改一下 还是就改到25然后改到23 白头 三十八美箱 人家是99 没喝了 你为啥对啤酒这么感兴趣 你是酒蒙子吗 这个酒 黑手哥非说好看 它真的不丑吗 我一乡四个一个医生 截止到今年12月到期 但是是真便宜 大家快来看好能吃的一男的 就这么点 结账了结账了 估计人员说一般会营业到晚上8点 但人太多的话就会晚点就关门了 我这一斗是34块5 你那个呢 40块7 那还是你能吃 想出道啊 你这准备出道呢 我还要出道呢 明天就出道 明日复明日 它这里面有一部分就是零期的商品 然后有一部分的那个日期还是挺好的 总体来说 还是能买到一些比较便宜的东西的 但确实好多牌子真的是没见过 对对对 有一些牌子闻锁被闻 就是我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 一刷一个它 一刷一个它 感觉这个模式好像越来越火了 但是它必须怎么赚钱什么玩意的 咱也不明白 还是说买了一堆好吃的 回家看电视去喽 拜拜 大家关注评论啊 拜拜